你带了剑纸的东西到电影院了吗 你会在监狱里完成这部电影的哥们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小吃就去看电影 但是今天的保安非常严格 你不能把外来食物或饮料带入电影院 跟这个外星棒棒糖说再见吧 阿丽从家里带来了一整碗糖果 我可以用一个老把戏 假装怀孕了 哦 恭喜你 婴儿已经在踢了吗 现在唯一踢的就是彩虹糖 让我过去 我需要坐下 杰克也想尝试这个 可怜的家伙他看上去不像有大肚子那样令人信服 我觉得你肚子疼 这说得通因为里面装满了非法糖果 你就像人类皮纳塔 离开这里 违规者 一个白贝单总是可以帮助你搞定这个游戏系统 万圣级的另一个受害者 鬼 让我看看你的脸 什么 天呐 猝侠鬼 但是 怎么可能 很高兴和你玩 先生 女孩很幸运 她们可以把糖果藏在她们的胸罩中 然后就直接从保安面前走过去了 杰克会为他的糖果做任何事 甚至改变他的性别 晚上好 这是我的票 杰克应该更紧紧地握住他的假发的 糖果胸罩行动失败了 这是什么 口香糖 走开 小姐 这些朋友知道如何偷带糖果进入电影院 只需把它们粘在你身上 保安人员的搜索没有找到任何东西 我们把它带进电影院了 干得好 迈克 糖果袖子是个好主意 我希望你有更长的胳膊 这还不是全部 兄弟 跟我的糖果肚子打个招呼吧 另一种把糖果带入电影院的方法 是用啦啦队融花 保安不知道他们是用棉花糖做成的 观看和学习 捷克 我也想尝试 也许我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啦啦队胡装 我们走吧 老虎 我们走吧 一位年轻充满活力的啦啦队长去看电影了 但是他毛茸茸的腿和胡扎 违反了啦啦队的着装要求 滚开 啦啦队失败者 另一种方法是把所有的糖果 藏在一个三倍大的莲茂山中 迈克医生吃了足够的加工糖 他的胃是他的骄傲和喜悦 现在对于爱他的人而言 他更有料了 我觉得没问题 进去吧 那个在电影院里偷偷摸摸的家伙是谁 杰克 隐形忍者 他是伪装大师 该上一些特效了 你好 保安 这是我冒烟的帽子 不幸的是 烟雾忍者也看不到任何东西 杰克开错门了 不 这是保安人员的总部 嗯 这很尴尬 你摔断了胳膊 尝尝发声 小心点 朋友 哦 你也摔断了你的胳膊 对不起 不不 这只是伪装 我没有弄断胳膊 我有糖果 你也想把石膏剪开来得到糖果吗 但是 李克的石膏是真的失败者 如果你留着长发 那么你可以在里面藏起各种东西 你的耳朵 彩虹糖 其他的东西 好点子 阿里把糖果藏在头发里进去了 但是 看来杰克不了解这个方法 他应该把糖果藏起来 而不是做成假发 太天真了 好吧 进去吧 什么 你是认真的吗 我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吗 当然不是 回家吧 哥们 迈克想到了另一种把糖果偷带入电影院的方法 把一个珍宝珠放在弓箭上 然后像箭一样射击 来吧 罗宾汉 小心瞄准 我走过保安 太棒了 接下来 我的棒棒糖飞向我 我会接住的 保安拦截了箭 射手行动失败 我不能带糖果去电影院 但是 没有人说我不能带气球 大错误 气球可以装非常多的宝藏 这会很响 环绕声 只需一击 我的糖果就自由了 小姐 这是你的吗 谢谢 一个魔术师家庭来看电影了 你们不能随身携带糖果 朋友们 等等 你还没有看到我们最好的魔术呢 保安先生 我们自豪地介绍我们的魔术神秘消失 爱丽 继续前进 现在 幕布后面是什么 鼓声 然后 什么都没有 嘿 它们去哪了 真的很神奇 一个年轻的妈妈和她的孩子 哦 好可爱 哦 好可爱 噓 它刚睡着 当然 快进去吧 哦 这么可爱的宝宝 手离孩子远点 它是用我最喜欢的糖果做成的 我喜欢孩子 哦 伟大的电影院安全领袖 我们为你带来了新的礼物 这是一个吃糖的罪犯 他应该受到惩罚 接受我们的礼物并允许我们进入吧 哦 伟大的保安 好吧 随便吧 这是你们的奖励 去吧 我会单独照顾你的 哦 多么甜蜜 我们有相同的玩具 这是一部儿童电影 所有的孩子出现时都带了毛绒玩具 迈克也是 进去吧 朋友 我们的玩具熊 可以一起看电影 做梦吧 孩子 原来那根本不是一部儿童电影 熊就在孩子面前被撕成碎片 这是毛绒抢劫犯 想要一些糖果吗 爸爸 他杀死了泰迪熊 你怎么能吃呢 怪物 该打扫电影院了 动一下 让清洁工通过 哎呀 终于 我的计划成功了 我到电影院里了 我有所有的小吃 但是电影已经结束了 嘿 每个人都去哪儿 哦 不 我要又一次 你喜欢我们的电影院生活窍门吗 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 告诉我们你如何偷带食物 满过严格的保安呢 亲爱的朋友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赞和点击铃铛 不要错过嗚呼上任何新的有趣的电影院生活窍门哦